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冬奥会也不例外 今天我们就去看一看这几处笔花坛都长什么样子吧 天安门广场中心的这处花坛叫做精彩冬奥 它的主景是一个巨大的中国节 配上冬奥会的惠惠以及冰雪元素 共成了对冬奥会的美好助援 我们的底座是一个五环环绕在一起的样子 配上植花元素来点缀 我们这样平时可能看不太清楚 要从天空中复看可能会更明显 快日落了 看个角度看是不是更美了 除了天安门广场 长安街沿线还有四处主题花坛 分别在东西丹的路口 绿色是本届冬奥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这一层花坛就是绿色冬奥主题 它包括冰丝带包括中奥会灰灰还有运动员在滑冰等等 构成了一副生机盎然的绿色冰雪画面 个人最喜欢的是这一个花坛 它是把冰敦敦和雪融融和中国的春节元素融合在一起 构成了一个红红符合过大年的气氛非常努力在拍照的 我也不知道他手机上那顿夹子是干嘛 开放冬奥 主景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灰灰 配上丝带 雪花还有灯笼 可以说是中国年宫 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完美结合 最后一处冰天雪地 这又是山上有冰树上有雪的 板杆上都有那么厚的雪 一看就是我们大洞杯 就是这俩 把冰的小朋友穿的有点少 对住场景寓意着 不止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精彩冬奥 绿色冬奥 开放冬奥 欢天喜地 冰天雪地 那我今天一共找到了五处主题花坛 其他呢分别在 鸡场 四人桥 奥林匹尔公囊 灵魂塔旁边 以及石井山区和延庆区 分别有一处花坛 建于角城有限 我们今天就看这五个吧 我下次再说 拜拜